未ten Jesus FUJIN 我想在50cm上講的故事 我認為追溯源頭基本上是一個好奇心的驅使 另外一件事就是想引證 今天的香港你見到一些很獨特的面貌 可能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很不同的 甚至乎和廣州都是很不同的 其實就是正正由1841年開始 其實我們今年的主題就是消失中的香港 我們都會上網找一些資料 確認一下它的位置 在現場看好像是這個位置 但好像不見了 都會覺得有點可惜 它在貼紙上 紙膠帶上出現 是更加有價值 更加有意義 它就算在貼紙上看不到的細節也好 只需要調查到它們 在街上留意多些 看實物的細節也好 在街上看不到的小蝦 就像中文的主題 在街上看不到的小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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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種怪騮的大蝦